謝謝我們的師位留長老 各位敬愛的永福教會 還有我們第一次來的弟兄姊妹 我也是第一次來到當中 感謝上帝的恩典 我們可以在這裡一起 領受上帝的話語 在這個禮拜這一段的經文 我在服事當中 他已經出現了第三次 所以讓我感覺到來到這裡 能夠傳講這樣的訊息 讓我更加堅定 就是一個Amen 的一個記號 那這個今天牧師要分享的這個題目呢 叫做你要我做什麼 你要我做什麼 其實這是我們每一次來到神的面前 成為神的兒女 最大的恩寵就是神 他願意為你我贏下來 然後單單的為你的需要來服事 其實在我們的整個呢 一個信仰的結構裡面 很多的特惠他開始標榜說什麼呢 他說要讓我們的舞台拿掉 然後要讓我們的麥克風丟掉 然後呢我們要開始高舉 聖經要成為我們教會的一個記號 那如果在這個當中 我們就是要不斷的學習操練 就是怎麼樣讓教會真的是成為一個盼望的記號 好奇妙喔 我認識很多的非基督徒的朋友 他們就跟我講說 牧師你們來教會不是就是單純的來敬拜神 然後就是聽牧師講到 然後就是很好很多的一些的團氣的分享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好多的基督徒回來的時候 是充滿了很多的抱怨 抱怨什麼呢 說那個同工不好相處 然後那個牧師就開始他聽到說好可怕 他說來聚會坐著 還可以跟別人有這些產生這些連結 他就問我說那你們幹嘛還要去那個教會那麼痛苦 然後我就說你不知道啊 那個才是寶貴的地方 在教會會像在家庭裡面 我們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就是我們會被聖靈在一個共同的團體裡面 會一直被做一個修剪 所以讓我們在主日的當中 我們就用一個必盡的心 從這麼紛擾的一個世界當中 這麼忙亂的課業 忙亂的業務裡面 今天的主日是神打開這個宴席 讓我們進入在這個當中 我們要一起來領受 如何用必盡的心在神的面前 離開忙碌的生活 我們要試著問自己 上帝對我們的期待是什麼 在這個時候 牧師要讓你去想 你跟上帝的關係 如果在一個時間的分配表 你現在是怎麼分配 你這樣的一個基督徒的一個生命的一個光譜 我跟上帝的關係 跟別人的關係 跟自己的關係 所以這個是在我們每一次離開 這麼多一個團體 或者在我們的許多的生活 繁忙的當中 牧師常常操練的就是這個 每一次的聚集 每一次的聚會 不管是不是只有我 或兩個人 三個人以上 我一定會坐下來 然後再一次的安靜問說 神啊我在你的面前 你對我的期待是什麼 因為恐怕很多的期待 是我自己延伸出來的 然後我做得很累很累 恐怕很多的期待 也是別人期待我 根本沒有那個我 然後我們不斷的做做做 但是我們會遇到很多的衝擊 弟兄姊妹 讓我們在今天的早上裡面 牧師邀請了一個人 我們可以一樣享受到他的面前 就是用一個必盡的心 然後用一個安靜的心 平安的心 在這裡一起領受 看看神要為我們做什麼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 幫助我們的聖靈 我們感謝你 世界這麼多的聲音 這麼的嘈雜 電視不斷播放著 一些負面的訊息 主啊我們感謝你 是你的恩手 帶領我們的腳趾 來到你施恩的寶座前 主耶穌在今天這個早上 我們要說我們是巴底脈 我們聽到你來到這個聖殿當中 主啊求你給我們信心 求你給我們信心來仰望你 即使在我們生命中的困難 是又大又重又緊急又重要 主啊我們相信 當你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神你有你自己的一個話語 一個藍圖 要對著我們每一個人說話 包含牧師 主我們感謝你 這麼神聖的時刻 我們在心裡的呐喊 在我們的禱告裡面 神啊你看出我們每一個人的需要 在我們還沒開口以前 神啊你完全的了解我們 因為我們是你所造的 我們是你的兒女 無論我們躲到哪裡 我們沒有辦法躲避你的靈 神啊我們感謝你 祝福我們今天的聚會 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 Amen 我們來看一下馬可福音 在我們今天的這個經文裡面 馬可福音 第十章四十六到四十八節 我們一起來送福神的話好嗎 來請 到了耶利哥 耶穌同門徒 並許多人出耶利哥的時候 有一個討伴的瞎子 是迪邁的兒子 巴迪邁 坐在古旁 他聽見識 拿撒勒可憐耶穌 就喊著說 大衛的子孫 耶穌啊可憐我吧 有許多人責備他 不許他做生 他卻越發大聲 喊著說 大衛的子孫啊可憐我吧 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曾經 做過這樣的禱告 是一個很咆哮的 在上帝的面前說 主啊可憐我吧 主啊赦免我吧 不知道你信主的過程 有沒有曾經做過這樣的禱告 這個耶利哥成 在聖經的記載裡面 他是一個大都市 裡面的人生活非常的忙碌 因為那個交界點 剛好是一個貿易的一個交界點 所以呢他們的節奏非常的快 有去過日本的請舉手我看一下 哇我去日本的時候會自動變快 連做做手舞踢也是快的 我都快暈了 然後去台北的時候 你也會隱隱約約看到那個節奏快的 然後眼神是沒有膠目的 就是好像各過各的各做各的 可是都知道往哪個方向 大家都有默契 然後之後我就漸漸的一道彰化 我有感覺稍微slow down了一點 可是不管如何 不是外在的節奏 是我們心裡的節奏那個才是重要的 可是外在的節奏 的確是會影響我們 這麼節奏快的一個生活 這個耶利哥成 你知道耶穌的行程那一天 可能排滿了很多 他跟他的門徒只是走過那個地方 可是在那之前他行過很多的神蹟 在聖經的記載裡面 可是我們要想的是 這個人大聲的喊叫 為什麼耶穌要停下來 我們有沒有想過這個 很美很美的一個 我們只知道他停下來了 但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耶穌 要特別為著這個瞎眼不起眼的 人家一直伺候他說 不要再叫了 可是耶穌卻為了這個人停下來 這麼繁忙的城市 你可以想像我們的主 他就真的是這樣子停下來 Body Mine很重要 所以這個時候 耶穌他就停下來 每一次的敬拜當中 我相信我們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個體 也是重要的創造 在主日當中他透過禮拜 讓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在這個時候 藉著他的話語 可以跟聖靈有一個相通 其實停下來 只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耶穌看Body Mine這個人 是看為重要的 你在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重視你嗎 你在你的工作職場中 你的上司 你的同儕重視你嗎 你在你的排行當中 哥哥姐姐 你覺得你被重視嗎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都在argue的是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不被重視 感覺我是一個被冷落 我不是一個重要的 好像沒有人願意為你停下來 發生什麼事 我最愛的先生二十年前 哇只要我往東他就跟著往東 只要我往西他就跟著往西 可是為什麼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整個就改變了 可是唯一不變的是 耶穌不看每一個人是什麼樣的樣子 他知道有人喊他 他就停下來 因為他要告訴所有的人 這個Body Mine是很重要的 在我們的生命中 有沒有Body Mine 會讓你留下來 停下來的人 有嗎 你會不會很討厭Body Mine 在我們的團體 其實有時候還蠻討厭的 因為我們要運作一個事工 可是就有一個Body Mine 狀況很多 以至於我們的事工要停下來 你知道那時候 我們有時候做一些師哥見證 我們在前面 我們服侍的對象 是一些比較智能上有問題的孩子 我記得那時候在日本 哇我們就這樣站一排 我們就做師哥見證 小孩子玩的玩 然後突然有一個小孩子 到我前面這裡 噴他的牛奶 我的衣服全部都是 可是我還要在這邊 既吃一生 你猜我的心情如何 他重要啊 我也很重要對不對 誰重要那個時刻 神的福音 神的愛是最重要的 沒關係唱完很臭嘛 就再換就好了 他們也不會跟你說 對不起對不起 老師就是這樣子 個別處理 可是你知道生命中 很多這種Body Mine 我們真的是怎麼樣 我們上帝就要命令我們停下來 一定要跟這些人 好好看他們的眼神 好好看他們的需要 這是一個生活中不斷操練的 Body Mine可能是你的兒子啊 你每次他回來他說 媽媽我的同學有那個 你就開始 他們都穿那一種的 你就知道說 那個是很可怕的一種需求 是無止境 沒有辦法滿足這個Body Mine的 我曾經有一次去逛街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媽媽 帶孩子去試夢樂 那個褲子我覺得還蠻高檔的 因為至少一千多塊吧 然後兒子就一直在後面冒脾氣 他說我不要這一種的啦 這種的我都不敢把他 把衣服拿起來 我同學就看到這不是什麼名牌的 他們穿的都是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媽媽就一直說 這邊不錯嘛 這一千多塊一千多塊 他說我不要這一家的 因為師夢樂對他來講是什麼 在他的同輩裡面好像是low掉了 同學都穿的是一個有品牌 有價值的 可是這個媽媽面對Body Mine的時候 他也很無奈 那我們生活中真的會遇到這種 常常不在狀況裡面 好像是一個拖了秩序的一個人 然後讓我們在這個當中 這個團體他們也發生這樣的事情 耶穌來對他們來講 你可以想像一個總統要到一個城鎮 他們的擺正哪一個官員到 他們都是布局好的 哪些長官要來什麼 我想那一天的情境也應該是充滿了這樣的一個期待 可是很奇妙的有一個就不按照規矩 然後突然的在那邊不斷的喊叫 不斷的喊叫 他看不到可是他有信心 在裡面他挑戰了那些人的信心 因為那些人只是知道耶穌有這樣的能力 可是他們不相信耶穌可以為我做什麼 所以相信耶穌的能力是這個Body Mine 眼睛看不到 他已經勝過那些看得到的人 所以這種的信心開始震動這些 那個群體裡面的群體裡面的人就會覺得 我就看得到你沒看到 你的信心就開始有一個相比較的 可是耶穌覺得他是一個重要的人 主怜悯他 因為看見那個裡面的信心 所以那種的宣告就好比 在別人都不要這樣做的時候 我還可以說主啊主啊赦免我 他是逆向操作 可能有時候我們會很頂喔 我們會覺得不用承認 因為我們回家認就可以了 可是你會在一個禱告會裡面 或者在一些的特會聚會裡面 你會看到有的人他站在前面見證 不一定他就是一個完美完整的人 他試著去見證 他想要再一次見證自己那種信心的一個能力宣告 宣告就是沒有發生 所以我要在這裡宣告神的大能 可是見證的那個人 他可能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操練 可能他又要重複做 因為沒有做成功 可是為什麼我們要有見證的這樣的大能 因為這是一個信心的宣告 如果這個故事把這個八底脈抽起來 你知道那個故事只會寫說 耶穌從一個城鎮經過了 叫耶利哥城他非常忙 然後裡面沒有什麼作為 沒有什麼故事情節 可是今天就有一個脫序的人 不在大家的信仰的一個框架裡面 他突然的大聲喊叫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看馬可福音 所有一般人的行為舉動 就叫他什麼制止他什麼 要安靜 不要說話 甚至有人是斥責他 太亂了 你不在我們的一個次序裡面 在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八節 可是如果這是重要的事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領受了上帝的喜樂 領受了上帝的恩典 你會不斷的跟人家傳講 你都忘了 你可能有十分鐘你都在講 上帝怎麼樣在你的生命當中去做改變 因為你領受了那個恩典之後 你會沒有辦法克制自己 要分享自己內心當中的一個喜樂跟拯救 可是這個事情對八迪買來講 實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當別人叫他不要吵的時候 更加的是一種的壓抑 他覺得這是一個困難的 所以八迪買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事 當別人叫我不要叫的時候 我唯一的選擇就是什麼 大叫了 因為實在太痛苦了吧 我看不到 然後我一直在很邊緣的生活 然後人家第一個搶到的好貨一下來 我可能來不及我都還不知道 就已經被人家收夠了 所以在長期這麼那種心靈瞎眼也好 眼睛瞎眼也好 你知道他整個生活的一個情境 他知道今天是他翻轉的機會 翻轉的機會就是他必須要有信心很勇敢的 跟別人所說的聲音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要在這個聖經裡面 我們要學習的是什麼 他說要不看別人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去堅持 學習去信任耶穌 信任耶穌在最後的一個 終止的一個 他的一個權筆在這個當中 這是很難的 因為在我們的環境當中 我們最喜歡看別人 我們最喜歡把我們的堅持改變 因為別人也有堅持 可是在那個當中你常常忘了 或許是聖靈要藉著你去做一個修復 或者做一個調整的工作 在我們的一個團體裡面 其實我們都要學習阿妹嗎 感謝神為了神的緣故 我們都有一個 心中有一個耶穌 可是這心中的耶穌 怎麼樣跟別人連結 真的就超支在我們跟他的一個關係裡面 可是弟兄姊妹 我們不用怕 我們在神的家 我們可以無止盡的學習 第一次我們做不好沒有關係 我是個失敗的巴底脈 我讓整個團體亂掉了 可是上帝仍然有他的恩典 他仍然會為你停下來 因為你很重要 阿妹嗎 弟兄姊妹 請跟你左右邊的講說 在神的眼中你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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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你可以看到在一個信仰的團體裡面 如果沒有別人的支持 我們要怎麼樣繼續的信任上帝 這是一個很難很難的議題 很多人在章基 我看到他的生命 真的很像一個基督徒 可是他跟我說 我還是沒有辦法受洗 因為他還要有婆婆 還有祖先要處理 各方面 可是我就一直覺得 好像在那個當中 他在那個裡面的一個堅持 會受到很多的攔阻 特別在我們台灣 很多宗教的這個環境裡面 特別第一代的基督徒更加的辛苦 因為他在家裡要跟家裡做一個 融合的一個狀況 可是他在信仰上可能又有很大的一個 背負著不同的實力 我們本來就是異類 知道為什麼嗎 當我們成為神的兒女的時候 那個界線上帝就已經畫出來 所以你常常會覺得 我怎麼跟別的人不一樣 我的思維 我們的一種宗教 怎麼我們堅持的 人家都覺得這個不重要 但我們覺得他很重要 所以我們在學習的同儕裡面 我們常常會被嘲諷 有時候會被取笑 甚至就好像被試探說 你用這個方式試看看 看你的主會不會救你 有一種的試探 所以在這個經文的焦點 不是要帶大家看一個新的一個 聖經的一個框架 以前我們都看到的是 巴迪邁被醫治了 可是在這個聖經裡面 很重要的是 其實它是一個群體的事情 不全然只有巴迪邁這個人得到醫治 我們來看 第一經文的焦點 他不再是巴迪邁被醫治的這個故事 而是眾人開始被轉化了 因為有的人開始不一樣 我們就會停下來 他是不是真的是我們的肢體 他的需要是不是重要的 其實在一個教會 我以前曾經在一個台北的教會 他是在一個很精華地段的教會 我在那邊實習一年喔 我有時候聚會是哭的呢 我很容易有憐憫的心 你知道那個教會的外勞 都是高知識分子 可能那個禮拜一來做禮拜一推進去 就有二三十個外勞陪著這些 我們台灣的這些長輩 然後一個那麼有錢的教會 高設計的一個組織 在那一年裡面我都看到人家都是西裝筆挺的 然後你就看到就是都很整形 我就想說怎麼沒有一個穿的破破爛爛的進來 哇有一天有了 結果他們怎麼樣 你猜他們怎麼樣 他們就丟給我 就說牧師 我那時候也是神學生啊 就說你可能比較可以處理這個狀況 因為你以前是社工 我就想說天啊 因為他是怎麼樣 喝酒的人 然後要借錢 然後他是原住民 然後就是我要管了 他們都怕把那個門關起來 然後都不讓他進來 因為他們覺得跟他們很怎麼樣 不一樣有味道 然後跟他們的社會 那個那個時候真的就考驗了這個信仰團體呢 我在裡面哭不是因為這個case 我哭是因為難道我們沒有英文很強的同工 可以同步翻譯給這些外勞嗎 我們買不起那些設備買得起的 可是我為那些靈魂哭是因為他們坐在那邊 坐四十分鐘陪我們站起來坐下站起來 他們是回教徒 他們可能是不是基督徒 可是他有一種程度 某種程度也是一種的宗教的一種什麼 強制大力他必須要坐在那邊 可是我的心很痛苦 我從後面看的時候我就想很不協調的一個畫面 可以想像他們很像一個是外籍團氣了 全部的都坐前面然後他們是坐後面示牌 因為我常常在外面服侍 我就常常看那個畫面 我每一次看我不知道我就覺得很突兀 我就想說主啊主啊怎麼會這個樣子 這些人很重要啊他們真的是需要福音 因為他們來台灣工作 他們離開他們熟悉的地方 所有的語言都對他們不友善 我也不知道老闆對不對 對他們有不友善我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最起碼 今天已經進入神的殿 務必克服這些重要人的需要 因為上帝看重他們的需要 我為什麼要傳達這個聲音 因為這是牧師在那個禮拜當中 我很討厭那個禮拜 我只有一直覺得好像很虧欠神的榮耀 我並不覺得那個榮耀師翻唱得怎麼樣 講到講得怎麼樣 我想到的是這些人回去之後 他們有沒有力量回去 不是他們的老闆 那是一個很衝突的畫面 你必須要坐在那邊 但我不能為他說 說任何一句話 因為我真的也沒什麼 就是有一些比較爛的Case就丟給我 你們猜我怎麼處理那個原住民弟兄 他們怎麼處理 你們想看看 教會常會發生這種事 會有人要錢的 所以教會界都會開始公布那個人的象律座 以後這個人來你們要小心小心 如果你是長老 你是直士 你是教會的弟兄姊妹 我們遇到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真的會怕 那因為我以前常做邊緣性的這種的施工 所以我是有收回一些訓練 所以加上我的家庭本身 就很多這種 躺在水溝那種 找不到人的 村長廣播的 你就可以想像說 上帝玉備一個人真是要很久 所以就很奇妙 那個Case就丟給我 所以我們馬上就幾個同工討論說 好我們不給錢 我們只給他便當 好我們帶他去買票 然後什麼什麼的 他們就送到人那邊 之後我就想說 萬一這個真的是上帝給我們的考驗 我們這樣子處理 是不是上帝的期待 好那當然我最後有跟這個弟兄有聊 我就跟他講你的困難是什麼 他就說姐姐 我今天變成這個樣子 不是我想要的 他說他住花蓮很遠的地方 他來工作不是很順利 他說我今天喝酒 我不應該這樣來交會 因為就是有味道嘛 不好意思這樣 我說沒關係你繼續講 感謝主呢那一天 我剛好領實習費了 一萬三千塊 哇上帝就在討厭我了 哇一萬三千塊 那時候有房貸了 在新竹我每個月要給11625 11625是我的一個記號 就是我說神啊 如果你讓我讀神學院 你只要給我一個月11625 我就去讀神學院了 好很蠢吧對不對 我早認識你們 你們就可以幫我戶狂了 很辛苦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一萬三 哇再給他一桌 真的剛好很緊了 可是我會想盡辦法去教會 參加一些社區會 教一些殘醫課程 很辛苦的過程 可是很豐富的生命 我就跟他講 我說這個錢 我就包了兩千塊給他 我說這個錢你拿去 不管你今天講的是怎麼樣 我說上帝祝福你 你要記得有一個上帝很愛你 你不要讓自己的生命 這樣的破碎 他說姐姐我留電話給你 結果他去那個火車站的時候 送他的人說他跑走了 結果你覺得我的愛心怎麼樣 是你們你們會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人很重要 沒想到他在關鍵的時候 卻傷了我的心 沒有耶 弟兄姊妹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他打電話給我耶 他說姐姐我到花蓮了 我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然後我很感謝你 給我的那一些話 在都市當中 他很需要的話 就是有人肯定他 接納他 然後幫助他 他說其實那時候他逃跑 因為他心裡也慌啦 他也還想要繼續用這個方式 就是他到底要走不走 還是要繼續騙下一個教育 他說他在拉著那個當中 所以他們進去之後 他真的沒有坐車 他跟我講他就走了 他說因為他也實在沒有 也回去見他的家人 因為好好的跟在一個公司 結果就出了狀況 他自己也說 他自己的狀況不是很好 可是你看他 我們可以想到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上帝要操練的 這個是我們的不是那些 不是那個事情 是我們這個人有沒有 真的是遵從了上帝的一個教導 可是上帝的恩典 從來沒有虧負我 到我要住這的那一刻 我在外面那個出納是徘徊徘徊 快三點快關門了 我都不敢進去說 我要跟其付款很怕 因為學費六萬多 我哪有六萬多 因為就要繳房貸 然後生活也要開銷 結果那個出來看到我就說 肯當你趕快進來啊 我就說 他說有人為你貢獻六萬塊了啦 然後我就想說 蛤 他說害我一直在外面想太多了 他說有一個從國外的職地 要栽培原住民的同學 可是這個是出乎我的意外 因為我只覺得重單好重好重 每一次都要繳學費 對我來講是很沉重的 可是我跟神說 神啊我的11625 你就看著辦就對了 我每次只有argue這個11625 因為我說房子是你要祝福我的 你現在呼召我去那個地方 我會現身 但是我有一個很困難的事 到這個階段我沒有辦法處理 就是那個房子 然後我常常就是拿去接那一些 神的夫人 他們在新竹啊 新加坡的團隊 其實我自己住在那個房子的機會 不多 不完之後就離開了 可是我們回來看這個 巴比邁 他這個當中 他是一個群體的一個結構 開始被改變 他第一次叫耶穌的時候 是沒有被聽到的 顯然所有的眾人成功的 把他怎麼樣打倒了 要叫的時候就可能把他的嘴捂起來吧 我不知道 可是我讀聖經很喜歡彰喚想像 因為我們是人 人的性情 大致都差不多都一樣 可是第二次的時候 是怎麼樣很奇妙 是上帝聽到這個人的聲音 所以是那些人說 欸 瞎眼了 他在叫你 他開始進入那個團體裡面了 上帝把這個人很奇妙的 就帶到那個團體裡面 可是我們要學習鼓勵路邊的人 不要告訴他們安靜 要用一個信仰的勇氣 要走一個信任上帝的一個道路 其實他是一直沒有被接納在這個團體裡面 聖經裡面最大的感動是 他回到原來他應該站的位置 他很久的時候很長的日子 他都是別人在那邊 他一個人在這邊 可是因為今天耶穌經過 他回到他原來的位置裡面 這是一個很大的祝福 整個團體開始改變 也接納這樣的人在我們當中 所以在瑪格福音裡面 我們一起來念 來 請 耶穌就站住說 叫過他來 他們就叫那蝦子 對他說 放心 你起來 他叫你啦 你看還要求他放心 以前他是挪不放心 然後被叫的時候 可能就是要出事情的 所以在這個當中你可以想到 是耶穌的邀請 邀請他們 是這些人開始耶穌邀請之後 進入這個團體 這個團體再又跟這個人講 其實耶穌在做一件事 他不會只有想到說 一個單單個人的一個一致的問題 他會把那個不一樣的人 帶到那個當中 他說什麼呢 他怎麼樣我們一起來念 蝦子就丟下衣服 跳起來走到耶穌那裡 耶穌說 要我為你做什麼 蝦子說 拉過你 我要人看見 其實在那個當中 從耶穌他開始 沒有問你的國籍是什麼 你是什麼問題 他只有說 你要我做什麼 這是我們今天 我覺得 是排風天之後 一個極大的禮物 阿妹嗎 阿妹 我相信今天 神也在我們的心裡 偷門說 孩子 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那我要能看見 看見是你決定要看什麼 才能看見 這個叫信心 了解我的意思嗎 是你決定要看見什麼 才能夠決定那個信心 如果你的眼睛一直看到 這邊是上帝的恩典 這是很多的困擾 很多的挑戰 但我們選擇看見這個 那個就是我們所領受 進來到我們心思意念的東西 因為我們今天的禱告 只有一個就是 我要能看見 神要我看見的 他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問這個巴迪邁說 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耶穌在這個時候 跟巴迪邁有美好的互動 他滿足了巴迪邁 最深最深的期待 因為沒有一個人 從過去可以滿足他的期待 這個滿足 我不知道是怎麼樣來形容 但是在我們任何的一個關係裡面 夫妻親子 或者在我們的一個團體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盡我們的義務 盡最大的潛能 去滿足在我們團體關係裡面 可是在這個經文裡面很特別 耶穌跟他有美好的互動 他滿足了巴迪邁最深的期待 他跟耶穌同在 巴迪邁他說什麼 來憐憫 來我的生活中 把我的生命中 這些不完全的改變我吧 其實他巴迪邁他說的 我要看見或憐憫我 簡單的來再做一個解釋 就是什麼 求你進入在我的生命裡面 把我生命當中不完美的 不完全的求你來改變 他相信耶穌可以為他做這一件事情 耶穌沒有以為都知道了 其實耶穌知道啊 可是他都沒有說 我知道啊 我知道你不用多說我了解 我了解你的感受 他並沒有說這些 而是他給巴迪滿一個空間 他告訴他今天這個主權 是你要來開口 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弟兄姊妹 當我們今天的禱告 待會兒我們會唱一個回應的詩歌 真的我們好好想看看 如果今天有那麼美好的互動 跟上帝跟耶穌跟聖靈的互動 你要在他的前面 做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禱告 他不是用自己的方法 他是給他更多的空間 他問他更多的一個問題 給他一些的建議 這是耶穌常做陪人的一個 陪伴人的一個 他常常用的一個我們說的 他的諮商技巧也好 或者陪伴的輔導技巧也好 他是給空間 然後給更多的 這些的問題的討論 給建議 所以耶穌用一個方式 他問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他是用傾聽的 耶穌聽到他內心的深處 然後滿足他回應了 這個巴迪滿的真實的需要 他沒有控制他的生命說 你就要怎麼樣 你要怎麼樣才可以怎麼樣 這是耶穌我們看到在這個當中 因為這個耶穌在聖經裡面 他對巴迪滿也是有足夠的信任 這是一個信任的關係 他相信巴迪滿也是可以 在他的內心深處得到回應之後 有一個改變 所以在52節我們一起來念 他說什麼 耶穌說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了 瞎子立刻看見的 就在路上跟隨耶穌 這邊有一個很關鍵 是信心救了他 信心救了他 我們再用簡短的時間 回到剛剛那個場景 就是從一開始他聽到 他的信心就在那一刻長出來 他就決定他要大聲的喊叫 可是在後面 耶穌回應他的時候 就說你的信心 從那個時候大聲的喊叫 其實耶穌就看見他的信心 已經是救了他自己 因為他要看見他自己能夠被醫治 所以這個醫治他非常的渴慕 那個被傷害的地方 他也渴望一個關係的恢復 要成為神的兒女 他回到了那個群體裡面 他跟他們學習如何信任耶穌 所以在這個當中 我們可以有一個在這個聖經的故事裡面 我們把他一個一個去翻開 去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神的恩典很滿很滿 耶穌的傾聽 所以我們回到我們的小組的操練 沒關係這個我會留給你們這些PPT 到時候你們的同工再處理 我們要彼此分享 因為聽是一個很重要的 第二個呢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周圍有PPT買 我們絕對不是控制他 第三我們要學習 如何跟這個我們生命中的PPT買 可能那個PPT買是你自己啊 我們怎麼樣來跟他一起 學習信任的功課 第四個呢我們如何鼓勵別人去信任 在那個團體裡面 其實那個神真的信仰也不符合我們 可是他就在我們的眼前 我們也不能視而不見 我們也要讓他進入在這個信仰團體裡面學習 這是我們所有人的義務 我們不會跟我們沒有關係的 然後只問一句話 或跟聽就是你最深的期待是什麼 那像我們有時候在處理勞糾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把嘉義幫找過來 我們就會第一個澄清的是什麼呢 你的期待 我們從一開始聽到那個期待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心裡就會開始折扣說 可能今天的對話可能成功率只有50% 但是我們開放讓他們的期待可以更近一點 那其實這個期待不一樣真的是會 我們服侍久了也會累 因為那個不是他的期待 也不是他心裡的渴望 但是你會一直覺得我做了這麼多 他怎麼都沒有悔改 我做了這麼多 他怎麼都沒有對聖靈有感動 所以這是今天牧師跟大家一起來學習 說在這一段的經文裡面 上帝透過今天的一個聚會 很高興我們可以在這裡彼此的分享 彼此的學習 請聽是一個最基本的 那在這個社會裡面太繁忙 有時候我們真的沒有時間停下來 聽別人說話 試看看這一週 如果你周圍有八弟買 但是你不用跟他說八弟買 你要說什麼 不用這一句就收掉了 你在心裡想說 就在心裡說 我們怎麼學習這一段經文的操練 因為神幫助我們每一位參錯的同工 我們可以服侍我們生命當中的八弟買 也可以讓他在我們的團體裡面 經濟那個信仰的一個共同體的一個 祝福在這個當中 好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 我們感謝你的恩典 這麼美好的一個互動 在今天早上八樓這個地方 主耶穌我們在我們的心裡面 有一個極深的迫切的禱告 就是神啊幫助我們 我們要看見 你要我們看見的 醫治我們 我們常常在團體裡面 傷害別人 也傷害了自己 求你重新建造 那個彼此的信任在我們當中 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你看我們每一個人都看為重要 其實我們的禱告是很短的 是不美的 但主 你會為了我們停留那個腳步 因為在你的眼中 在座的兒女 都是你寶貴的兒女 也是重要的兒女 我們感謝你 在今天的聚會當中 願你的聖靈 繼續的對我們每一個人說話 獻上我們的感恩 奉主耶穌基督的你禱告 Amen